镜头下历史老照片,白球恩追悼大会真实场景,人山人海,医学博士,加拿大医师,医疗创新者,人道主义就亨利诺尔曼白球恩,加拿大共产党员,1938年来到中国参加抗日革命,提任军区卫生顾问,1939年11月12日,白球恩在抗日前现抢救伤员,失手指感染中毒, 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皇室口村之事,当时禁察济边区司令员聂荣真含着泪给他入恋,徒卫白球恩大夫追到大会现场,徒卫白球恩去世后下葬时的场景,徒卫在场人员向白球恩人墓地鞠躬悼念,入葬十八天后,禁察济边区又把白球恩的棺木,移到唐县军城,南关的古月兵场葬于西北角高坡上, 1940年6月,禁察济军区在古月兵场中心,重新修建了陵墓,1949年,迁藏,到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,陵园中仅有的两座雕像是为他和科帝华带福利的,他是被中国政府树立雕像的第一位爱国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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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